又到了每年高考的日子 每次都会想到这个曾经激情四射的少年 感觉代表了很多把高考当成改变人生唯一路的人 大家好,我是顾颖琼博士 其实所谓的高考是改变人生唯一路 是因为在某些特殊时期之后 人才匮乏 很多人通过读书参加高考 实现了阶层飞跃 但其实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 考试从来不是 也不会是改变人生的必有之路 是不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能在哪里 从现在回来这 非常遗憾的就是 我并没有合成 我曾经所期望没有 你见过杭中高三凌晨五点半时的样子吗 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 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 是假装吗 是作秀吗 我们是为了改命 其实读书是成本最低 收益最大的一条路 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努力 除非你在其他领域有惊人天赋 那或许你可以不走高考这条路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在现实社会中 是没有一份有正确的答案 考卷来给你做的 其实你就是你 在漫漫人生路上 决定因素应该是你的家庭教育 你所在的社会环境 和某次考试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